今天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全章上面把耶稣的话都会变成红字出现 那个叫做红字版的圣经 英文的也有 各国的圣经都有 中文的也有 让你打开这一章 十五章全部都是耶稣在讲话 所以全部都是红色的 这是一段很有名的经文 耶稣在这边说 祂说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从这一段圣经 我们要来看一个值得思想的题目 这个思想的题目 我把它用一个很白话来讲 用很普通俗的话来讲 就是到底哪一个基督徒的灵命比较好 到底哪一个基督徒的灵命比较好 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 不是说我要赢过他 赢过他赢过他 我们的问题是 我的灵命到底是怎么样呢 我们怎么样判断一个基督徒的灵命呢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想知道 自己学习的如何 对吗 你学习的如何呢 或者我们目前成长的状态还好吗 我们都有这种想要知道的状况 小孩子会问父母 父母说 我已经这么大了 为什么不能做那件事呢 学生会想知道自己学习的成果如何 虽然有些人喜欢考试 有些人不喜欢考试 但即使是最不喜欢考试的同学 心中也会暗暗地知道说 我到底所学的有什么果效呢 在公司里面的职员想知道 自己在老板心目中的地位在哪里 你们会不会这样想 不会这样想的话你就惨了 我告诉你 你就会躺平地过日子 最后就回去吃自己 做妻子的也会想知道 他先生对他的看法 商人想知道自己的业绩跟别人比 到底怎么样 每一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定位 想知道自己的表现 想知道自己的状态 我相信基督徒也不例外 我们很想知道 我们到底讨不讨神的喜悦呢 你知道有一种判断的标准 是我不认为是对的 但是我还是讲一下 就是说我赚钱了 就是上帝喜欢我 我顺利的就是上帝喜欢我 我升官升的顺利 比红仓顺利 我们同时进来的 我升官升的比较好 就表示上帝比较喜欢我 这个观念是错的 可是我们会想说 那到底是什么标准呢 我做了基督徒一段时间 在神的眼光中 在别人的想法当中 我到底有没有长进呢 有没有一个标准 给我参考呢 我想这个时候 每一个人都要知道的 对吗 你知道我刚刚坐在下面的时候 我就心想 因为我待过的教会 有很大的教会 有很小的教会 我所陪伴的牧师 有的是很大的教会 我已经下次要带 那个很大的教会的照片给你看 你就会知道说 那有够恐怖的进去之后 这么大的教堂里面 坐满了人 跟我们这种很可爱的教会 对不对 有什么差别 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 刚才在敬拜的时候 我还在想说 如果我们教会分成一半 我们怎么做 那我们 我们如果分成两个教会 我们会被稀释掉吗 我告诉你 在我的心目当中 觉得一点都不会稀释 如果我们分成两个教会 分成四个教会 我都完全没有问题 只要我们这边 已经DNA做成了以后 再怎么分都不会有问题 你们觉得刚才 我们的姐妹 跟他们带我们敬拜 带的好不好 你上来带敬拜 你觉得可不可以像他们一样 答案是可以 因为你没机会 你一上来带领就会了 因为这个是真实的表现 这个是很真正的 除非你是五音不全 不然的话你完全没问题 当然你不可能像打鼓的这么厉害 像弹琴的这么厉害 对不对 但是带领我们唱诗 那是内心深处自然的表现 都不困难 所以我就在想说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面对 怎么样了解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呢 其实我们如果有一些标准 对我们是比较好的 那今天我们就要透过 约翰福音第15章1到8节 来看主耶稣是怎么讲的 你知道主耶稣讲话才对吧 保罗讲的我们也听 彼得讲的我们也听 教宗讲的某些我们也听 讲员讲的你们也要听 对不对 但主耶稣怎么说呢 我们来读一段圣经 约翰福音15章1到8节 我今天特别选用的经文 是新译本的 因为和和本翻译的没有错 因为可是它翻译的时候呢 有些语意不够明白 以至于我们在解释的时候 需要去解释它 可是如果你看这个新译本呢 就不太需要特别的解释 你就看得懂 所以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15章 在讲15章1到8节前 我先念第8节 我们先来念第8节 我们先来念 预备请 这样你们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也就是 我不知道你 认不认为这是一个称赞 对吗 这是一个称赞 他说如果这样 我的父就是上帝 就得到荣耀了 我们怎么样可以让上帝得荣耀 你知道不要让他丢脸 我们都好了吗 是不是 我们尽可能不让别人知道 我们是基督徒 因为知道了之后 上帝就很丢脸 可是他说 如果你这样 那我父就得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不是我们去申请的 主耶稣说你是我的门徒 我们还说不敢不敢 有没有 你知道我们华人 特别谦虚 人家说哇你很棒 你都说没有 不是人家说你很棒 你应该说什么 谢谢 不是说没有 对不对 可是耶稣说 这样你们就是我的门徒 那怎么样是耶稣的门徒呢 他说我们结很多的果子 所以基督徒生命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判断的标准 就是结果子 结果子 基督徒生命的表现在各方面 但是其中有一个判断的标准 就是结果子 这样清楚吗 这样知道吗 我们怎么知道 你是一个好基督徒呢 因为我会 结果子 所以基督徒生命的正常表现 就是结果子 结果子 那我们现在来读 约翰福音一章 十五章一到八节 我们来读 第一节我读 第二节你读 这是心意本的 所以如果你会背和和本的 就比较辛苦一点 我们看着经文来念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培植的人 现在你们因 我对你们 所讲的道 已经干净了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 我也就住在你们里面 只只若不也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耶稣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只只住在我里面的 我也住在他里面 他就结出很多果子 因为离开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你们若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 无论你们想要什么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我们为什么不容易明白 主耶稣的话呢 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个时代 跟他们那个时代是不一样的 场景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老是想用我们的脑子 去想那个年代 那就会不容易想清楚 所以我稍微讲一下 那个状况你就会明白 这段话是主耶稣和他的门徒 去克西玛尼园的路上的时候 主耶稣对门徒说的 那我们知道 这是主耶稣的最后一个晚上 最后一个晚上 他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刚才的波比 最后一个晚上 他又讲了很多的话 这是其中的一句话 他把这群门徒 所应该知道的事情 在最后一个晚上 他把他复习一遍 说这就是重点 将来考试要考的 听得懂吗 你知道我们就做老师的 最后一节课都跟学生说 你们要来上课 你们要来上课 他们就说他们课业写不完了 尤其大学 他们都不来上课 你知道那老师总是希望你过 所以最后一天来上课 都是讲什么 都是讲考题 但是不能告诉你们 讲了你就 我就跟你说要注意 这个东西 就回去 主耶稣要离开的最后晚上 也是这样 这是一段很伟大的经文 因为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怎么样才能够 一直跟他有来往 你要知道 因为主耶稣要走了 他一离开之后 你怎么跟你有来往 我一离开 你要怎么跟我有来往 答案就是手机 对不对 那不然我怎么来往 但是那个时候 主耶稣跟他们说 你要怎么样 所以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 耶稣就看到葡萄树 就做了这个比喻 也有可能 当时葡萄树 有一件事情 就是剪下来不要的那些葡萄 树就会 枝子就会干掉 放在那边 那么怎么处理呢 与其让它慢慢烂掉 就不如放了一把火 那这就是当时的状况 耶稣就用这个比喻 来跟他们讲说 葡萄树这一件事情 让你明白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说 因为我们不是很了解 我们不活在那个场景里面 可是那些门徒就很容易明白 耶稣要用这个比喻来说明 他的门徒 跟他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好的关系 那同我们今天来说 那就是一个基督徒生命 正常的表现 正常 对的 应该的表现 就是结果子 我们怎么知道 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是不是有很好的状况呢 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人这样的基督徒 不是信主久不久的问题 是怎么样的表现 让我们说 他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呢 那就是他到底结不结果子 结不结果子 弟兄姐妹 结果子是什么意思呢 结果子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结果子呢 如果我们从新约圣经来看 最主要的有两个结果子的表现 那你知道在我们教会聚会 我们的讲道都比较长一点点 可是最后都剩下几句话 那你要记住的 第一就是我们生命的表现 就是要结果子 那结什么果子呢 第一 结什么果子呢 结属灵的果子 也就是你的生命会有一些表现 我们说 哎呀 他竟然有这个东西 那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读加拉太书五章22到23节 预备请 圣灵所结的 忍耐恩质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我讲的比较白话 比较普通一点 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 圣灵就住到我们里面 或者圣灵进到我们里面之后呢 我们就相信耶稣基督了 他住在我们里面之后 你只要不要限制他 你只要不要 约束他 他自然就会让你的生命 生出这些美好的果子出来 这里提到耶稣基督徒 当他得救之后 当圣灵住在他里面之后呢 他自然 注意听哦 自然就会产生一个生命的果子 这个生命的果子 我们通通叫它属灵的果子 当然 最后我们就会看到 好像是一个品格 对吗 品格 因为这些看起来都像品格 而这些 人爱喜乐和平 仁耐恩慈良上 信实温柔 节制 是慢慢形成的 是慢慢形成的 在我们里面 慢慢形成的 每一个果子 人爱 最简单的讲解 要一个小时 所以九个果子 就要讲解九个小时 看看什么时候有机会 我给你们讲这九个果子 这个九个果子 跟我们想象的不完全一样 但是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仁爱就是爱 就是爱 爱人 爱神 但什么叫做爱 因为爱有 溺爱 对不对 有情欲 也就是一种爱 对不对 有一种牺牲的爱 有一种让步的爱 有一种宽容的爱 所以到底什么是爱呢 但是这个爱 就是一种表现 如果你可以爱人 这就是爱 喜乐 喜乐不是疯疯癫癫的 或者很开心 喜乐是内心非常清楚知道 我们的名在天上 在地上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 我们会回到天上去的 那一种笃定 第二种笃定吗 就是我一定会去 我一定会去的 那种笃定 那种笃定就是 所以你在地上呢 你很有钱 喜乐不喜乐 不喜乐 那你们要 请红张长导 把贡献箱 放在你看得到的地方了 这么多钱 你还不喜乐 你捐出来 说不定更喜乐 因为失笔的时候 更有福对吗 所以当你很有钱的时候 你可能很喜乐 可是很穷的时候呢 你能不能喜乐呢 那这就是这里讲的说 如果你知道你的名 在天上 这里不够站住的地方 一会儿就过去了 那你 其实有钱跟没钱 我真的告诉你 差距不太大 如果你真的听得懂的话 你真的是有喜乐 如果你听不懂的话 你喜乐还没有结得 很多的果子出来 那这几个果子 就是我们的生命 慢慢慢慢 它对人很信实 它对自己很诚实 这些都是慢慢长出来的 因此成长 长成 开花 结果就会生出 这些属灵的果子出来 这种是一种表现 所以一个基督徒好不好呢 一个基督徒有没有成熟呢 其实看得出来的 你们觉得 作为一个基督徒 别人看不看得出来 看不看得出来 当然看得出来 看不出来就麻烦了 对吗 对不对 一棵树有结果子 一棵树没结果子 看不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这是第一 第二 结什么果子呢 第二就结 怎么不太能用啊 要用这边吗 基督徒生命正常的表现的 第二个就结福音的果 结福音的果子 什么叫做结福音的果子呢 那我们就来看第十三节 一章十三节 预备请 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 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 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 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 保罗想去意大利 想去罗马 然后希望罗马的弟兄姐妹 那边比较有钱 就帮他把他送到西班牙 去传福音 所以他写信给罗马 写信给罗马 说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我实在很想去你们那边 他说要在你们 就是目的 就是我要在你们当中 传一些福音 让一些人得救 如同我在其余的不同的地方 让他们得救一样 只是到如今还没什么机会 保罗说他要去传福音给他们 这个叫做福音的果子 所以果子有一个是属灵的果子 那个是在我们身上长出来的 对吗 或者是福音的果子 就是你把福音告诉别人 他信耶稣 这个叫做福音的果子 得福音的果子 表示我们传福音给别人 别人因我们传扬耶稣基督 他也得着这个救恩 所以我们成为福音的果子 好 现在知道了 耶稣说如果你们结果子 而且结很多的果子 人家就知道我是 你们是我的门徒 而且你们就让福得着荣耀的 那我们需要结果子 两个果子 第一个属灵的果子 第二个福音的果子 这两个其实都不困难 不困难 但是你要让耶稣基督 让圣灵在你里面 慢慢长起来 这样听得懂吗 其实你不压他 他就会长 问题是我们就把它压住 而福音的果子 比较不急 结圣灵的果子 比较重要 因为果子出来了 人家问 你就可以回答 对吗 所以你呀呀 好久没见面 为什么 怡君最近变好多 你就说有吗 他说有 哪里变了 他说你的以前的脾气 跟现在不太一样 你怎么搞的 你说我被我先生打了 没有 你说因为我信耶稣了 这样就福音的果子了 对吧 所以从属灵的果子 就会结出福音的果子 所以这就结果子 好 那因为这个缘故呢 主耶稣就说 第一节第二节 来我们一起来读一杯 请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培植的人 所有属我而不结果子的资子 他就减去 所有结果子的 他就修减干净 所以这里讲到 对 所以会结果子 就表示我们 让别人看见上帝 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我们就把福音讲出去了 所以基督徒生命正常的表现 是结果子 一个是属灵的果子 第二个是 那现在问题在这边 就是我们怎么结果子呢 我们怎么结果子呢 我也知道要结果子 那怎么结果子呢 我们要来看 那到底是什么 让我们能够结果子 结果子的条件是什么 我们先看答案 你把它背起来就容易了 那答案就是住在基督里 住在基督里 来 能结果子的条件是 住在基督里 经文在这里 第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杯 请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 我也就住在你们里面 知子 果树能够结果子的条件 就是果树怎么能结果子呢 果树怎么能结果子呢 所以它这个比喻是很传神的 一个树 一棵树能够结果子 是代表那棵树已经长成了 对吗 成熟了 如果一棵树 我们看到它说 它已经结果子了 就表示它是一个成熟的果树 如果它是幼苗 你就不能逼它 因为它还不会结果子 这样明白吗 我有没有让你觉得 比较安全一点 你不要想说 我做基督徒的第一天 别人就看出我是基督徒 不可能嘛 你可能要很多年 你可能要几年 你可能要几个月 别人才会看出你是个基督徒 因为你的生命 刚刚开始的时候 像一个baby一样 baby只有制造麻烦 对不对 不然它会做什么 当然了 它的爸爸妈妈很高兴 对不对 可是如果不是你的孩子 烦不烦 你听得懂吗 所以那个是主观的 那个是感受的 而真正 其实刚刚有一个新的baby的时候 其实它代表是麻烦 它除了吃喝拉撒 所以也不会做什么事情 那是因为我们它的父母 所以我们很开心 可是一个孩子 等它有点成长之后 你就发觉说 它的表现是这样 一棵树也是 因为这个缘故 一棵树能够结果子 表示那棵树的生命 已经成长成熟 如果一棵树 我们看到它已经有果实 成长出来 我们就说 这棵是一个成熟的果树 耶稣用大自然的现象 来说明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他说 枝子如果想要结出属灵的果子 枝子如果想要结出福音的果子 并不是那个枝子有什么努力 不是 也不是我们怎么样要求自己 我相信所有的果树 都不是枝子说 我要结熔眼 他就结得出熔眼的 不是 他要结在熔眼树上 对吗 刚才我们长老们 我们都是九点多点 我们就在一起祷告 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 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 我就心有所感 我就祷告了一段 就是我内心对这个教会的高兴 跟对教会这个教会的担心 因为我们 没有叫你们一定要来聚会 我们没有 我们说希望你来聚会 对吗 如果一定要你来聚会 我有个办法 不来聚会 小心上帝修理你 你们下次就会乖乖的过来 对吗 那那句话对或不对呢 我不要告诉你 但是我们不这样说 我们不这样说 是因为我们不想强迫你来教会 我们希望你自动自发 可是这种自动自发的 不讲的方式 对你们而言 就产生了很大的空间 对吗 你的priority出现的时候 就是说 今天我本来要做什么 可是又要去聚会 你就在当中做选择 如果我告诉你说 你一定要来聚会 因为来聚会的人 上帝比较喜悦他 我看你别的事情 你也不会想去做了 对吗 因为你要得到上帝的喜悦 你就跑来了 可是有一天你发现说 你男人好像上帝也没有喜欢你 你就更不想来了 听不懂吗 我不要让你有这种印象 所以我们就不讲这个话 我们希望你来聚会 我们希望你好好的 过基督徒的生活 可是我们不想用规则来压迫你 这个是我们 我们这个教会 让你成长的方法 就是你要自己成长 你要喜欢成长 不要我们 这个你要成长过程中 一直用木头把你架着 用把你绑着 让你长起来 有一点我们把那个绑 我们把那个拆掉 我告诉你 拆掉两个可能性 它真的长好了 第二个 它长得更不好 对不对 因为把你弄成温室里面的 那你就更惨 所以在这边主耶稣 要告诉我们 不是你逼迫自己 你生命就会成长 怎么样才会生命成长呢 就是你要像枝子 连在树上面 所有的果树 都不是因为那个枝子 想要表现自己 想要结出果子来 不是他们要与别的枝子 比较 要跟其他的果树比较 说我要结出更多 更好的果子 来表现我的实力 来表现我的杰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明白 主耶稣这个比喻 我们就知道 原来我们是一个有生命的 因为生命只有连在 有生命的上面 那个东西才会从我们当中出来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主耶稣就用了这个比喻 我不知道各位吃过葡萄吗 吃过对不对 吃过葡萄 我们现在吃过的葡萄 都是那个农夫 那个果农特别培养出来的 因为那些葡萄都长得满满的 对吧 一串葡萄都长得满满的 有一天 我就在那边帮我太太 其实不知道 就是我们两个嘛 她在那边煮饭 我在那边洗葡萄 我就拿了一串葡萄 我就拿剪刀 要把那个头那里 把它剪下来 剪下来 因为我们这两个人 可能一串葡萄 一次也吃不完 所以我们把它 洗干净地放着 然后这样子吃 我剪的时候 我就讲了一句话 我说哇 现在葡萄 怎么长得这么大串 这么大串还没关系 它长得满满的 你知道吗 你要伸一个剪刀进去 先剪第一个 然后才看到第二个 第三个第四个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你们不会都是葡萄 都是别人弄给你吃的吧 Brian是不是 都是别人弄给你吃的 还把皮剥好给你吃吗 是你剪给他吃是不是 你看 大家都要轮流帮忙 对不对 彼此都要这样 那你去剪葡萄 你发现说 哇 它怎么长得这么满呢 你知道 这个改良是果农花 很多的时间 很多的时间 可是我们看过葡萄 你看过葡萄树吗 那葡萄树是很奇怪的地方 你知道吗 葡萄树没有华丽的外表 葡萄树是一种 很简单的一棵树 葡萄树和它的枝子 几乎不能分别 什么是葡萄树 什么是枝子 你不能 因为葡萄树就这么一点点 然后就变成枝子出来了 枝子就上面都是葡萄 葡萄树的枝子 怎么结果子呢 唯一的方法要结葡萄的枝子 一定要连在葡萄树上 一定要连在葡萄树上 连在葡萄树上的枝子 它就能结果子 因为结果子是葡萄树的本能 而结果子就是枝子的功能 枝子的存在目的 就是为了结果子 如果特别讲葡萄 因为主要是用葡萄 那那枝子怎么能结果子呢 就是连在葡萄树上 就连在葡萄树上 所以我们再来念一次 你就明白了这段话在讲什么 第四节预备 请 你们要 知子若不连在葡萄树上 这个清楚的比喻让我们知道 因为前面讲了一个不容易明白的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 我也就住在你们里面 这个我们现在是明白了 因为上帝以圣灵的形式 就是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 当他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同时就住在上帝的恩典 跟他所有的保护的里面 所以这句话我们没有问题 可是当时听不懂的 可是后面的比喻就很好了 他说如果你不连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弟兄姐妹 我 我不是说要你一定要来聚会了 但是两个礼拜不来 你就渐渐的觉得说 好像耶稣也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 可是如果你常常来 你就不说原来是这样 原来我们可以一起谈上帝的话 原来我们可以一起过团契的生活 就好像我们感觉上 比较多的连在葡萄树上 除非你真的很能那样 我觉得很少 就是说我完全不去教会 我也没问题 那这种人 他就是没有想要结很多的果子 你能懂吗 他就说我信耶稣就好了 我上天堂就好了 其他的我可以不要 那如果这样我当然没办法 可是这个不是我们 平常你可以这样 到了紧急的时候 你其实很多事情 你就不知道怎么处理 所以我们会希望 我们常常连在葡萄树上 这么清楚的比喻 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要结属灵的果子 如果我们要结福音的果子 注意听啊 并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 我不是说不要好好传福音 我没有这样讲 要好好传福音 不然的话我干嘛这样跑全世界啊 对吗 我没有说不要好好的结属灵的果子 我自己也告诉我自己说 不要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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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 没有啊 那你就放纵你自己了嘛 我们当然都对自己这样 可是更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 我们是连在葡萄树上的 所以那个养分 那个水分就会过来 只要我们住在基督的里面 他告诉我们 就好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 葡萄树的养分就透过枝子 传到枝子 他就结出果子来 所以枝子能结出葡萄 并不是因为人为的 或者枝为的 树枝的枝嘛 是 是神为的 是树为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而且这个是很特别的事情 大家 因为我们的中文 其实是一个非常 非常 不精准的 不精准的 需要经过解释才能够明白 他说你们药住在我里面 这个药是一个命令诗 就是说你一定要这样 我们不太喜欢用这样来逼迫你 但是我告诉你 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 这是个命令诗 他说如果你们这样 然后这也不仅是个命令诗 它还是个条件诗 稍微懂一点英文 台湾的水平都很高 水准都很够 命令诗听得懂吗 就是你要这样 第二 它是条件诗 如果你这样 结果就这样 你住在我里面 我就住在你们里面 所以他下面说 枝子若不连 他翻过来讲 意思是说枝子 若连在胡刀树上 自己就能结果子 你们住在我里面 我也就住在你们里面 所以它是个条件语 我们一住在那边 就会结果子了 我们连上去 就会结果子了 很多人信了基督 读了圣经以后 会说 我怎么可能 有这样的生命呢 因为圣经上说 有人打你的左连 右连也给他打 所以人家拿你的 礼仪 连外衣也给他拿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 你同样走两里路 你说你打我的右脸 我没把你打 左右脸就不错了 什么你打我的右脸 我左脸给你打 还有这种事吗 对 你拿我的外衣 礼仪 我没有一脚踹 你就不错了 你拿了就好了 什么你拿我的礼仪 我连外衣都给你 怎么有这种事呢 你知道当 圣经这样讲的时候 并不是说 基督徒不这样就不是基督徒 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说 当你基督徒做久了 你结出属灵的果子 你结出福音的果子的时候 你的反应就变了 当别人跟你要这个 你说这样你够不够 不够 再拿一个过去 这样听得懂吗 这个叫做生命 因为耶稣基督 就是这样的生命 所以当你在他里面 久了你就会这样 这不是我们本来就会有的 同意吗 我们怎么会本来就有这些东西呢 你又没有病 你怎么会这样呢 可是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 那样子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 我们就会这样 你知道吗 枝子跟 葡萄树的枝子跟葡萄长得一样不一样 那个葡萄枝子因为吓一跳 我怎么会长出这个东西 流啊 怎么一颗一颗的呢 那个不是枝子的生命 那个是树的生命 如果那颗树是龙眼树 它就会长出龙眼 它如果是莲雾树 就会长出莲雾 这样听得懂吗 不是你要长什么 而是这颗树是什么树 所以主耶稣用这边表现 就是告诉我们说 结果子不是枝子努力不努力 结果子只看枝子 有没有连在葡萄树上 因此你不用担心你的生命说 我这样的表现像不像基督徒 你不用担心这件事情 你要担心这件事情 我有没有连在葡萄树上 它自然会结 你不用担心 很多人跟我说 李长老我怎么样才可以更像基督徒 我说像基督徒不重要 要是基督徒才重要 当你是 有一天你就会像 这样明白吗 可是你像了半天不是的有没有 有啊 很多人很像基督徒 他不是啊 所以是很重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样的缘故 所以我们生命结果子 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好 那 我们现在知道 原来一棵树会结果子 是因为它的枝子连在树上面 我们一个基督徒生命会有结果子出来 是因为我们连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那 可是 有没有可能有些枝子结比较多的果子 有的枝子结比较少的果子 那会不会 会 那我问你 假如你是那个枝子 你希望结多一点还少一点 理论上当然要多一点嘛 对不对 理论上嘛 除了结果子以外 结果子多是怎么结出来的 结果子少是什么原因呢 所以在这段圣经耶稣也讲了 那多结果子的方法 就是说如果你是枝子 那你希望多结果子 因为很多人跟我说 李长老 我都不像基督徒 那为什么要像基督徒 因为他想多给别人有感觉嘛 那就你的生命有表现出来啦 或者你说李长老我不会传福音 谁可以教我传福音呢 答案就是参加怀香 对吗 这是我们教会标准的答案 去参加怀香 他就会教你怎么样的可以结出福音的果子 当然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别人来问你 说你这个人真的跟别人不太一样 那是什么原因呢 那你讲出你生命改变的原因 他也得到福音的果子了 那我们想要知道多结果子的方法是什么呢 先被答案对不对 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表现是结果子 能结果子的条件是住在基督里 对不对 或者连在枝子上 对不对 枝子连在葡萄树上 所以一要结果子 第二怎么会结果子呢 就是你要连在葡萄树上 第三那怎么多结果子呢 就是按神的应许祈求 按神的应许祈求 我这个都是用那个比较学术性的语言 那如果用普通老百姓能够明白的就是说 怎么知道你是这棵树呢 答案我会结果子了 那怎么会知道我会 怎么会结果子呢 因为我结在葡萄树上 那怎么样可以 我这个知识结更多的葡萄呢 答案就是什么 努力的跟树吸养分过来 对吧 你们需要这么简单的解释吗 应该不需要对不对 可是这样子让你帮助你记忆 记忆嘛 所以你多结果子的方法 这个你跟神要 祂要给我们的 你跟神要 我们来看五到八节 五到八节 我念一节你念一节 耶稣说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子子 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 祂就结出很多果子 因为离开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你们若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 无论你们想要什么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好 刚才我们讲结果子嘛 对不对 现在我们会结果子了 可是这边告诉我们说 第五节说 他就结出果子 是吗 不是 他就结出 很多果子 所以这里不仅是结果子 他说很多果子 然后第七节第八节也是 他说你们结出很多果子 所以现在就是多结果子的问题了 五到八节提到 枝子能够结出果子还不够 这里说要结出很多果子 那我问你 一棵葡萄树 它的价值取决于什么 它结多少果子嘛 你知道台湾的果农都很厉害 台湾是全世界 那个果树当中培养的那个果子 水果是非常好的果子 因为我们的一般的农夫 你都以为 农夫很多是读过书的 他们知道怎么样改良 他们很努力地改良 一棵葡萄树结越多的果子 它就越有价值 前面我们提到 住在里面就能结果子 结在葡萄树上就能结果子 不离开它就能结果子 但是怎么样可以结许多果子呢 第七节 他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 用他的比喻说 你们如果连在我的上面 我的养分就会流过去 下面说无论你们想要什么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对吧 你知道很多人很喜欢后面那句 无论你们想要什么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有没有听过人家 单纯引用这一句 我告诉你 这句话是不能单纯引用的 说无论你想要什么 祈求就给你成就 这句话不会单纯成就的 有人就说上帝答应我们 无论想要什么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所以他说我要结婚 他就结婚了 不一定吧 是不是 我要生孩子 我要生儿子就生出女儿来 他就说这条就不成立 所以他就说这圣经不准确 还有想不想有钱 你们太慢了 难怪你们就不会有钱嘛 想不想有钱 怎么会不想呢 你知道有钱跟没钱差很远耶 怎么会不要有钱呢 可是无论你想要什么 祈求就给你成就 你说上帝要 我要很有钱 他有答应你吗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上吻 你不能只有拿这个单纯出来用 太多人这样用了 我告诉你 太多人这样用 但这句话是不成立的 因为上帝还有 你们若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留在里面 如果你们想要什么 是他的话有说过的 那个才算 这样明白吗 上帝有答应我们说 都生儿子吗 上帝有答应我们 都一帆风顺吗 没有啊 上帝有说我们大家都 有钱人吗 没有啊 那上帝的很多的 先生先贤里面 有钱的很多 穷的人更多 对吗 所以他并没有 要给我们这些东西 他答应我们的反正是 另外一个东西 你知道这种引用经文 断章取得很多 我曾经听一个 很有名的讲员说 他说耶和华与我同在 人能拿我怎么样呢 我还怕谁呢 你听得懂吗 这句话没有上下文 单纯引出来 那基督徒不就是流氓吗 那不然你还说 你是什么呢 你说耶和华与我同在 人能拿我怎么样呢 我还怕谁呢 对不对 我到你家拿东西 是应该的啊 耶和华与我同在 我还怕谁呢 你不能单纯引用这句话 你要引用上下文嘛 所以这边说 怎么样可以多结果子 结许多果子 他的英文是much much fruit 我有很多的果子 我有许多的果子 因为它是不可数的 所以说much fruit 我有很多的果子 所以当我们引用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上半节说 你们若住在我的里面 我的话也留在你的里面 意思是 如果你是一个葡萄树的枝子 你连在葡萄树上 你努力的吸取它的养分 你就会结更多的葡萄 这样明白吗 所以你说 我是一个葡萄树 可是我要吸取 不是吸取树 或是我想结龙眼 可以吗 没有 可是他说 他会说 为什么上帝都不听我 不听我祷告呢 对啊 上帝没有要听你祷告啊 因为你祷告你的 他是他 跟他没关系 所以不是说你祷告 神就一定要听 我真的很怕这些东西 我现在怕了这些人 你知道 像这种传播应的方式 就是说 你无论祷告什么 神都会成就 会很多人信 可是走的人会很多 而且你破坏了这个土壤 听不懂破坏土壤吗 他答应你啊 那牧师讲的 斩钉截铁的 上帝一定赐福你 你开公司 上帝又赐福你 好了 你开公司 结果你赔钱 你是怪牧师 还是怪自己 还是怪上帝啊 你绝对不会怪自己的嘛 至少怪牧师 对吗 但是牧师会说 你没有好好祷告 你听不懂吗 所以他又推到你身上 结果你又不想怪自己 你最后是怪谁 那是简单的逻辑 大家都这样做 然后那个病 很严重 他就说 我奉主的名叫他起来 你又不是耶稣 对不对 你不能奉主的名嘛 不是你要这样做 要这样的 所以他有上下文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 其实我们是要连在葡萄树上 让那个养分过来 慢慢慢慢 我们就结很多的果子出来 枝子会长出那棵树的果实 我们如果是结在葡萄树上 你可以结什么果子 我可以告诉你 一定有的 就是结出饶树的果子 你跟神说我要饶树 你一定要得到 因为他说 你们落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 耶稣有没有饶树得罪他的人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跟耶稣说 我要饶树 你一定会有迟早的问题 你说我要爱人 一定会有 我要让步 一定会有 我要节制 一定会有 需要时间 但一定会有 有些是一定会有的 我要有钱 神不一定有 因为耶稣自己就很穷 你听得懂吗 你为什么要一个 他没有的东西呢 他没有要给我们有钱 你说我要权力很大 耶稣没有 他如果要用权力很大 他说比拉多要杀他的时候 要定他十架的时候 他说我可以叫天上派天军下来 可是我没有要用这个东西 所以不是用权力 所以你要什么 你要金钱 你要地位 你要权力 你要名分 我不知道神会不会给你 你听得清楚吗 神有时候会给你 但是我说我不知道 但是有些东西你一定要得到的 那就是你说主啊 我需要有平安 你一定会有 我需要有公益 你一定会有 葡萄树不会长出苹果 最近听说金架一直在长 对不对 我告诉你 葡萄树也不会长出金子 但是葡萄树一定能够长出葡萄 我们可以向神要谦卑 因为谦卑这个人真的很难 可是你跟神说 我可不可以不要这么骄傲 我告诉你 你这样祷告 神一定会给你 这是神有的 祂一定会给你 所以结果子的方法很多 就是按神的应许祈求 所以我们再来念第七节 你念上面一句 我念下面一句好吗 第七节 预备 请 无论你们想要什么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所以当我们留在主的里面 主的话也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要 祂要给我们的东西 一定要得到 那我现在告诉你 其实我们跟神要的 我们以前不聊 不明白这个经文之后 跟神要的都其实是很廉价的东西 连金子都很廉价 什么是贵重的呢 谦卑是贵重的 饶恕是贵重的 智慧是贵重的 节制是贵重的 让步是贵重的 那一些可以用钱计算出来的 都是廉价的 真的 不然我金架怎么浮动 这么厉害 你听得懂吗 因为它可以上也可以下 那股票就更厉害了 是不是 最近日本 听说去日本玩很花的来 我下个礼拜去日本 请你们为我祷告 我不是去玩 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去过日本 好笑吧 你知道为什么原因吗 因为没有人请我去那边讲道 所以我没去过 我所有去过的国家 都是人家请我去讲道 我没有去过日本 我在日本成田机场 不知道转了多少飞机去美国 就是没有去过日本 我终于要进去了 在那里建立新的尼西米小组 请你们为我祷告 又开了一个国家 真的又开一个国家 一共那里面 日本是一个有非常多宣教士 非常多传道的地方 但他们唯一的共通点是挫折 像日本人传福音简直 像提到铁板一样 全世界大概日本是最困难传福音的地方 也因为这样人家都没有要请我去 可是后来我就发现那边的宣教士 实在太辛苦了 所以有个宣教士跟我说 李长老你愿意过来帮我们宣教士吗 我说好 所以我们要过去帮他们 建立一个小组 我相信日本很快就会有很多的 传道人的小组出来 因为他们必须在一起 他们必须彼此鼓励 他们要在一起说我们没关系 我们不要软弱 反正我们这么多人 我们就慢慢弄慢慢弄 那我要快要去日本 你们为我祷告 其实日本是我最合适去的地方 因为我父母以前受日本教育 所以我父母在家都讲日本话 他们只要不要我们孩子听的话 都用日本话讲 结果我们就把日本话学起来了 对吗 因为小孩子就有这个本事啊 就你讲什么 你看着我们那样那样 就讲的话 他就讲 我们马上知道他讲什么了 后来我大学的时候又读了日文 为什么 因为我们读法律需要日文 那个时候日文德文跟英文 那因为我们比较早期的 都是读日文跟德文 都是德国毕业的 日本毕业的 我们早期美国毕业的 不是很多 美国毕业不是很多 那英美法在我们这边比较是 不是我们很看重的 就那个年代 我们那个年代 所以后来我们那个同学 有几个去美国念书 什么叶俊荣啊 什么去美国念书 我们说你是不是德国 申请不到台 跑去美国念书啊 后来人家是有先见之明 你知道吗 他说将来美国法 还是会有用的 所以他们就跑到美国去念书了 我那个时候 把日文学得很好 我最厉害的时候 看着日文电视剧 不用看字幕 这厉害吧 你要这日文也是很难学的 缘故是他的外来语太多 他主要是外来语 他们有外来语的字典 每一年都要重新编 因为外来语 他们就是用日本的外来语 日本用德国的外来语 用甘迈的外来语 就是他们只要那个字方便 就把它翻成日文 所以日本也是全世界 翻译最好的国家 因为任何一篇好的文章 日本都把它翻成日文 所以日本人就不会懂外文 你听到吗 有两个国家的人 是不懂外文的 一个是美国人 美国人是不懂外文的 他们只懂英文 那边走英文就走遍天下了 日本人也不需要的 你要是看日本人在外面旅游 那么一定有人 全部讲日文的旅游团 在带他们 就那个导游 所以我会日文 应该很容易 可是我40年没碰日文 对我40年没碰日文 我最近看了一本日本电视 对对对 日文都回来了 听得懂 所以你看 我很适合去 因为那里需要有人来帮助他们 那慢慢慢慢的 我们就应该生命里面活出来说 我们可以帮助别人 我们可以服侍别人 让别人可以从我们得帮助 这些你跟神要 神都会给 所以结果子的方法 多结果子的方法 就是你按照神的应许祈求 来我们再复习 第一 基督徒生命 我们怎么知道你好或不好 就是你会不会 结果子 那么如果你要结果子 你就要住在基督里 或者连在枝子上 枝子连在葡萄树上 对不对 那多结果子的方法就是 按神的旨意祈求 就是你跟他要 那个他有的 他要给我们的 这样可以结很多果子 对不对 平安的果子 喜乐的果子 然后为别人祷告 我常常跟你们说 如果你们家人 还有没有信主的 你要常常为他祷告 因为这是神的应许 你跟神说 我爸妈还没信主 我要他们信主 我求你给我 有那个生命 可以有机会 让他们看见 让他们感受 然后我有机会传品给他 然后你就一方面 结出属灵的果子 你听得懂吗 一方面他们有一天就说 你的生命变了 你怎么搞的 你就告诉我 因为我信耶稣 信了很多年 我现在终于改变了 因为我 按神的旨意祈求 所以你的家人 就会信主 你的家人信主 这个是你一定要祷告的 而且这是你的责任 然后他们就会 结出果子出来 最后 最后 现在是结很多果子了 对不对 much 对不对 很多果子了 最后一点 那就是 结果子更多 你说 我已经结 很多果子了 much 可是结果子更多 就是更多 比原来的还更多 那就是修理干净 我们来读一到三节 我们来读一到三节 来读一杯 请 我父 真葡萄树 我父 所有属我 他就减去 所有 修理干净 让他结更多的果子 现在你们 因我 我对你们 所讲的道 已经干净了 好 这里第二节 到第三节说 所有属我 而不结果子的 枝子 他就减去 这个减去 不是说 不让他 得救 不是不是 我不花时间 处理这个部分 这个减去 它是对应在 后面这段的时候 所有结果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 所以这个减去 跟修理干净 或修剪干净 是同一个词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 枝子都是要剪的 他说 如果你不结果子的 这个枝子 他就减去 就说 这个就不要了 那那个 结果子很多的 他也要 修剪 修剪的结果 就让他结 更多的果子 更多的果子 英文叫做more 请问much 跟more 你要哪一个 当然是more more就是比much 还要多 对不对 光州有钱 我比他更有钱 这样听得懂吗 你是要更有钱 还是要有钱 对不对 我很有钱 亨达弟兄 比我更有钱 这样 更一定是有一个比较 对不对 比较就是有一个 更多 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说那我怎么样 可以更多呢 我已经有了 原来有 是我结在葡萄树上 原来我很多 是因为我跟他要 就给我了 最后说 那怎么样 更多呢 更多是指着 如果我们已经 结了许多的果子 我们还要更多 果子的时候 那你就要经历 第二节和第三节 我们刚才提到 结果子 很多的方法 就是按神的 应许祈求 用比喻的方法来看 就是作为资质的 我们一直向树说 多给我一点养分 我想多点水分 多给我一点供应 我要结出 很多的果子出来 但是主耶稣 对上圣经告诉我们 他说 他说他是真葡萄树 天父是培植的人 天父不会以我们 结出许多果子为满足 他要我们结出 更多果子 所以这里有个对比 它只是个对比 它不是说 前面那个剪去 把它剪断就没有 它不是这个意思 它是说结果 它重点放在后面 结果子的 已经结果子的 它就修剪干净 使它结更多的果子 结更多的果子 有一个原因 就是这位天父培植者 他要修剪我们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 看过那个葡萄树没有 台湾的果农的葡萄树 我没有看过 因为我常常在欧洲 我就有时候经过葡萄园的时候 整个的那一区都种葡萄的 比如说到法国的香槟区 或到法国的柏根地区 或者是 那整片都是葡萄树 你知道 有的时候你去的时候 树上面什么都没有 叶子没有 果子也没有 它就剩下一点点的 我们台湾话 也有讲这个话 就是你知道一个好的葡萄酒 它是用好的葡萄 酿出来的 然后是有专家酿出来的 那个树 它们要长在什么地方 那土里面有什么 是泥土的 还是石头的 还是什么 都有讲究 都有讲究 然后呢 我们常常会说吧 你有没有听过老藏 就是它这个很多年的树 它们那个比较贵的酒 它都会标明说 这个是用几年的树 所结出来的果子 酿出来的葡萄酒 这样听得懂吗 你知道那一棵葡萄树 那价值你都不知道有多亏 可是你为什么经过的时候 它什么都没有 因为它把它剪掉 你知道那个厉害的 那个修剪的师傅 他就一直剪葡萄树 我现在把你 你想成你是葡萄树 你被剪你有什么感觉 哪里有舒服的嘛 对不对 对不对 哪里有舒服的 是很不舒服的 可是他们把一棵葡萄树 剪到枝子的比例最少 听得懂吗 枝子的比例最少 所结出来的果子就会最多 如果你到过葡萄树的酒庄 你会很惊讶 收成的时候 整个那个内区 你只看到葡萄 因为连叶子都没有 可是收成完了之后呢 只剩下下面那一个 还有几根 那瑞士的葡萄 全部剪成六个枝子 就是它长出来之后 就剪一剪一剪 剪了剪六个枝子 因为他们的研究是六个枝子 结出最多葡萄 听得懂吗 那一棵就是一棵是不是 一棵葡萄树 它就分成六枝 那这样长最多 那是他们的研究 无论如何 整个葡萄园 你要嘛全部看到葡萄 要嘛你全部看到葡萄树 就没有枝子 听到会不会害怕 你知道吗 因为修剪 修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让葡萄树结出最多的果子 结果子 更多的原因 就是要修理干净 一个好的葡萄树 可以结出很多的果子 价值不知道有多高 作为枝子的你我 如果要彰显 耶稣基督的属性 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 就常常需要被修剪 到了收成的时候 越看不见葡萄树的枝子 越看得见葡萄 那个葡萄价值就更高 但是我问你 他这里讲说修剪嘛 对不对 所以修剪是主动还被动 一 长在葡萄树上 这个是天生 对吗 第二 很努力的把养分吸过来 这个我们可以有一点主动权 是不是 所以结出许多的果子 这个我们可以有点努力 可是要变成更多的果子 我们就变成被动了 也就是神会来剪 有没有被剪过 痛不痛啊 可是你知道 很多美好的果子 要经过修剪 才长得出来 比如忍耐 比如谦虚 你知道人是没有谦虚 这个东西的 我经常还在跟邱华说 我说我碰到非常多的人 因为我在各地工作 昨天学校就跟我说 要买一个场地了 多少钱 问我同意不同意 在什么地方 我就问了很多的资料 那我就跟很多人接触 就要打很多电话 跟律师打电话 跟谁打电话 我在很多工作的场所里面 我发现 人有一个天生 不需要教就会的 就是会骄傲 对吗 可是你知道怎么样会不骄傲吗 是你不骄傲就会不骄傲吗 你知道骄傲这个东西学不来的 不骄傲这个东西学不来的 谦卑东西学不来的 打你你才会谦卑 不打你你不会的 你说自己会谦卑 这个很难 这些都是修剪来的 所以怎么样结合更多的果子 是被动的 我知道我们也不想要 不过我今天告诉你是 不管你想要不想要 他都会修剪 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 时候到了 他就来修剪 那到底什么是修剪呢 修剪就是主对付我们 用环境对付我们 用人物对付我们 用苦难对付我们 最近你们有碰到地震吗 我问你地震 你有没有发现你能力很有限 有没有 而且住在越高的楼层的 越觉得自己能力的有限 对不对 因为你跑也不是 不跑也不是 问题你还没跑到楼下 该倒了就会倒掉 对不对 可是不倒的话你怎么办呢 问题是你晃得这么厉害 你怎么办呢 你就发现你能力有限 人物让我们知道 我们脾气的暴躁 耐心的缺乏 家人让你脾气不好 工作伙伴让你脾气不好 甚至连隔壁讨厌的邻居 都让你产生缺乏耐心的状态 苦难让我们知道 我们何等的脆弱 何等的自以为是 何等的自我中心 你这样一生病 你都不觉得 你立刻就乖乖了对吧 不生病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一生病就什么都不会 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 修剪对我们并不是 很舒服的事情 我们会问 为什么要剪这一段呢 你知道因为剪的人 不跟我们商量的 剪的人是不跟我们商量的 因为他要剪他就剪了嘛 对不对 你有没有看过 那个修剪葡萄树的 你知道那些葡萄树的工人 那些果农是很厉害的 他一看就知道这个要剪 可是葡萄树自己知道吗 他不知道的 所以就剪下去 他不会跟他说 剪一下 痛一下 忍耐一下 他从来不这样做的 所以你知道上帝对我们 也是这样 可是那个目的是 要让我们结果是更多 我十几年 疫情前我十几年 都在外面服侍嘛 我每次去看医生 台北的医生 我每次去看医生 布莱恩现在是 已经是我的 我后面这段 他来做我的医生 以前有个医生 看了我十几年 他从来没有看过 我的喉咙是正常的 我去看他永远是红色的 肿的 发浓的 他从来没有看过 疫情的第二年 有一次我去看病 他就看我 他说李昌老师 我第一次看到你的喉咙是正常的 因为太累了 太累了 等到后来 布莱恩看我的时候 我就有时候好 有时候不好 最近还不错了 没有用的很多 因为服侍也 服侍也减少了 那这个还是我自己造成的 对不对 我问你 你的生病神有跟你商量吗 生一下病好吗 没有 腿壮断一下好不可以 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隔壁的人找你的麻烦 可以吗 你一定也不可以吗 该轮到你升官了 不升你可以吗 上帝会不会跟你商量 不会嘛 可是人如果没有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不会明白的 人自然就会骄傲 我跟这么多人工作服侍 他刚开始都好谦卑 可是随着他的地位的提高 讲话越来越生气 讲话越来越大牌 他能力越来越强 我跟邱华说 可能是因为我以前就是 被处理得很严重 我都不敢对人家 很凶 你们以为我很凶 对不对 我都不敢对人家很凶 我都觉得说 他讲话越来越 我有的时候偶尔 脾气来了 我一下上来 可是大部分时候我都不行 我都忍耐到不行 如果大家不要忍耐 我们就各有自己生活的方式 对吗 可是这些东西哪里来的 我告诉你修剪来的 一定会修剪来的 而且修剪的人从来不通知我们 他也不通知我们怎么修剪 我相信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 理智上都能够接受 可是当我们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很难 我先告诉你 神修剪我们 是因为希望我们 结果子 更多 所以第一 我们需要结果子来证明 我们是神的儿女 第二 我们应该接在葡萄树上 这样我们就能 结果子 第三 如果我们很努力的跟神要一些东西 我们就能结果子 很多 最后如果神主动出手了 我们就会结 更多的果子 天父我们仰望你 求你保守我们 我们现在知道原来我们的生命 是有一个过程 生命是有一个学习的阶段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欢欢喜喜 接受你的恩典 说我们已经得着生命 我们盼望常常留在葡萄树上 我们也求你让我们 懂得跟你要更多你生命的属性 最后我们很害怕 可是我们很勉强的对你说 我们愿意接受修剪 因为这是你的心意 我们也相信修剪过后 会有美好的结果 我们现在要分散 我们要一起吃饭 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 感动交通安慰鼓励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的家人 和神在普世的众教会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